我们看到的锂电池大致分这几种 要深究其容量衰减的原因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扒开来看 在锂电池中 基本结构由正负极 电解液和格膜组成 正负极材料负责储存释放锂粒子 电解液负责运输锂粒子 格膜则是将正负极隔开 只允许锂粒子通过 锂电池放电时 正负极将内部储存的锂粒子 释放到电解液中 负极这边锂粒子的温度变大 这时锂粒子就会向浓度低的正极侧移动 多余的锂粒子被正极吸收 锂电池内部再次恢复品后 如果是充电 则过程相反 理论上来说 只要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锂电池就可以无限次使用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只要锂电池开始充放电 正负极和电解液就会受刺激 发生化学反应被消耗 电解液分解 正极破裂 负极坍塌 储存和运输锂粒子的物质变少了 而且无法补充 锂电池可用容量就减少了 容量的衰减就像是涨皱纹 正常状态下比较慢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 什么时候会加速它的衰老 锂电池最适合的工作温度 是15-35摄氏度 根据实验报告证明 同一款磷酸铁锂电池 在55摄氏度下持续工作 寿命只有25摄氏度时的七分之一 而在零下10摄氏度时 寿命只有十分之一 锂电池本身是一个消耗品 怕冷又怕热 但是我们也别担心 我们下期再见